大家好 我是迪宥辰淘源市110 包括你怎麽要选材 你怎麽樣在把這個記者派出去 采訪你要的角度 到最後怎麽過音 變成一個完整的SOT 一個完整的新聞袋 那最後當然我們也有主播的體驗 所以我們的學院可以從第一步到最後第100步 每一步都能夠體驗在整個新聞的 直播上是怎麽樣的進行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流程 當然我們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說 原來一條真實的新聞 能夠呈現真相的新聞 它是需要很多的求證的歷程 所以這個也是在無形中我們可以達到 我們想要讓我們的學員 培養媒體試讀能力的一個方法 有線電視媒體體驗 已經根據國小與高中組規劃 不同程度的體驗課程 不僅能了解有線電視的影音與寬頻服務 還可以在專業記者的陪同與指導下挑戰 完成戶外新聞財報 大家常常在家裡看電視 但這個線路是怎麽遷到各個家庭的 它的工程的原理是什麽 我們會有一些簡單的介紹 當然我們今年還有很多新的做法 包括我們會讓我們的學員 親自參與專題的製作 那我們也會邀請我們過去高中的學姐回來 跟我們的學員做分享 那當然我們也有前進校園主動 跟我們有興趣的未來的潛在的學員們 宣傳我們今年的課程 所以其實我們今年花了蠻多的心血跟心力 希望大家都能夠來參加我們今年的媒體營 由於現在假訊息詐品娼劫 學姓評事件業頻傳 因此在媒體營的課程當中 也安排媒體試讀與性別平等課程 除了將正確的觀念向下扎根 也希望讓同學們將知識帶回去分享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家庭教育跟學校教育之外 透過姓評的這個觀念的這個強化 我們可以補足了社會安全網的這一塊 比較弱的部分 那這可以形成一個比較好的這種良性的循環 我們的學員除了自己本身有這樣的觀念之外 未來回到學校 當他的同學或是同儕 有遭遇到同樣的這種訊息的侵擾的時候 甚至是他這些比較不當的這些對象 對他有相同的行為的時候 就可以很立即的反應 那當然這樣的觀念也能夠帶回家裡 跟家長做一個分享 有線電視媒體體驗營報名時間 從6月17號到7月5號 活動有國小中高年級組6個場次 高中職組3個場次 總計有9個場次 歡迎想要過個抽時暑假增廣見聞體驗 電視記者跟主播工作內容的同學們 踴躍上網報名 一起穿越傳播新宇宙 B четыре日間